到了一些大型活動 之後我們就會出現了 是潑光的有些肉體 Hi 大家好 我是羅浩 吳醫師 Hello 我們是遊行愉快 在遊行的時候 大家都在幹嘛呢 倡議 好了 不要倡議 之後呢 可能就會有很多的after party 可能會有很多的性生活 是一個人還是多的人 大家有聽過PREP 透過吃藥的方式 來義法 男人傳一避避孕丸一樣 是在事前十的 異性戀 同性戀 男女老少 那先下一節 先下一節 先下一節 老人 這樣子說 是不是 這個阿嬤 也可以吃 就是如果有性生活 那很好 那恭喜他 好好好 大家都有來自小藥 也有PREP 最弱的人其實都可以吃 天吃 固定的時間 其實最不容易忘記的 最適合所有的人 對 沒有異性肝炎 然後你也是吃 男同志 你可以計劃你的性行為的話 其實你可以吃所謂的 需要食的食用 我P 心甘人的建議就是 天天吃 他可以同時 預防HIV也可以治療 P 心甘人 你剛剛講到On Demand 簡單來說 說要性行為前兩個小時 就是兩顆 隔二次想要再吃一顆 隔二次想要再吃一顆 分到二一 可能預計 特別容易打泡的話 你就要先提前吃 如果沒有發生 就是性行為 Fan Nang過馬之後 後面的一加一就不用吃 也就代表就是說 如果你買了這個藥 吃了這個藥 不代表你一定越得到泡 誒 有人說是 就是越泡完嘛 萌萌是這樣說 我們可不是這樣子說 我們都越到泡 我們越不到泡哦 取得的方法 醫療醫院所其實都有 像是這些網頁 無論機關數網頁 可以找到台灣 全台灣各地的醫院 提供TIEP 公費的TIEP計畫 或是你可以自費取得TIEP 它其實是一個藥品 所以上還是要必須在醫院 或者是固定的一些診所 才能夠吃一個 它是需要醫生的處方錢 需要醫師經過檢查 這樣包括以臺病的肝炎 肝腎功能這些的檢查 才會得到保障 要怎麼取得 要先做塞檢的事 一定要先做塞檢嗎 這非常非常重要 TIEP吃給HIV 陰性的人的訊息 藥物不足以能夠 有效的治療HIV 所以這樣子的話 HIV的治療會失敗 會呈現太陽性 這樣子的話 這個藥就沒辦法用 治療的選擇 就會有很多的限制 好 那現在在網路上啊 其實大家在販賣TIEP啊 朋友對你很好心啊 給你吃TIEP 其實都是一個危險的狀況 你可能是做了篩檢 可是你還在空窗期 或是已經感染你自己都不知道 那這時候起TIEP 其實是有風險的 所以大家打花錢 還是要看我一下 打花錢還是要去找醫生 就是要確定一下 所以就是 不要從朋友身上拿到TIEP 也不要在網路上亂買TIEP 是的 工費的計畫 目前為止還是有自費TIEP 費用已經不像以前都沒考慮 你在用之前呢 不是說 欸我覺得我自己沒問題就好 沒有我覺得我沒有問題就好 是有非常靈心的一些個案 不是TIEP 但是他也是就是 就是淡化TIEP 這通常都是跟他碰到的TIEP 本身也有關係 抗藥神關 所以最後呢 要吃PREP的話 一定要做採檢 一定要穩定服藥 才可以打到有效的預防 對吧 如果只是用這個 就不用吃TIEP哦 對 大家想要再了解更多詳細的資訊 還有下面的連結 然後把它點進去 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可以傳訊息給新姿勢 好 祝大家有幸愉快 祝大家 新生活愉快 Happy Pride Happy Prid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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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脫光光之後呢 其實真的 關你什麼事情 人家脫光光關你什麼事情 光光光有好處啊 就是晚上才精彩豐富啊